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0月11日星期二 欢迎收看今天的中国财经 外界纷纷猜测中国的20大过后 也许就会放松严格的新冠防疫措施 重新向世界打开国门 但是这两天官媒人民日报连续两天 就当前的疫情局势发表评论文章 文章内容浇灭了很多人的希望 周一人民日报第一篇文章提为 增强对当前疫情防控政策的信心和耐心 文章称当前病毒的传播力和致病力并未减弱 对老年人和基础病人群仍然具有较大的威胁 因此必须继续保持对疫情传播的警惕 增强对中国疫情防控政策的信心和耐心 要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 文章虽然也提到进一步的精准防控 尽可能的减少对市民的影响 但是文章重点强调 躺平没有出路 坚持才是胜利 不知道是否是认为这篇文章的语气过于委婉 周二人民日报又紧接着发布了第二篇文章 直接叫做动态清零可持续 而且必须坚持 文章称动态清零较好的平衡了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能够让中国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 是现阶段中国及时控制疫情的最佳选择 文章强调 中国疫情防控任务 越是处于艰巨繁重的时候 越要深刻认识到动态清零 可持续且必须坚持 除了人民日报之外 这两天 另外两家央媒 新华社和经济日报 也发布了同样基调的文章 强调抗疫远未到可以歇歇脚松口气的时候 疫情防控绝不能躺平 文章发布之后 动态清零可持续且必须坚持的话题 周二一度登上微博热搜 不过很快网友的评论就被限制 并且在不久之后消失在热搜话题当中 由此也可以知道 大部分的网友都是持反对的态度 不少网友虽然表示 官媒的定调是在意料之中 但还是感到无奈 有网友称 支持国家政策亦不容辞 但是老百姓的感受也要去考虑 还有网友自嘲称 动态清零 是世界各国想抄也抄不会的作业 还有网友批评人民日报的文章 没有以科学数据为证据 只是官方的一厢情愿的认为而已 中国大陆本周一通报了2089起本土阳性病例 是8月20号以来的最高点 十一长假之后 各地病例便开始暴增 距离二十大不到一周的时间 疫情管控成为了当前压倒一切的重要任务 再加上内蒙深圳等地近几日通报 发现了传播速度更快的奥米克戎BF7等变异的毒株 令遏制疫情的严格程度更进一步 内蒙古的呼和号特市周二起 也加入了封城的行列 开始禁止车辆进出 10月份报告了100多例病例的西安 则在本周二起暂停了学校的课程 并且关闭了许多公共场所 包括著名的旅游景点兵马俑 上海和深圳则同时要求外来人员 进行三天三检 较为极端的则是 没有通报任何阳性病例的山西俑记事 上周五也进入了三天的静默管理 显示出各地官员对疫情到来的害怕 而在二十大的召开地北京 各项准备工作也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 根据采购的标书可以看到 北京政府今年雇用了额外的安保人员 从10月6号至23号 每天24小时监视所谓的重点人物 数十名额外的安保人员自上周以来 就沿着北京市中心的长安街定点站岗 北京一些打印店被禁止为上访者提供服务 天安门附近的一家打印店的员工说 他已经拒绝了十多个想要打印与政府 或者国企有关的请愿书和法院文件的人 他告诉路透社 如果我让他们在店里打印就会有麻烦 而一位金融业的业内人士告诉路透社 在二十大召开之前 新的金融产品或是业务的申请都被暂时搁置 不管你是想要申请一个新产品 或是想在10月份升级新的金融系统 都必须暂停 监管部门表示 新产品会涉及风险 并且说你就不能再等30天 随着放松防疫的希望破灭 中国股票接连下跌 周二恒生基准指数下跌2.2% 为11年来的首次跌破17000点大关 阿里巴巴重挫3.4% 外卖巨头美团重挫6.1% 地产开发商龙湖集团和碧桂园 分别大跌8.5%和9% 高盛集团在9月份预测 中国的清零政策至少会延续至明年的第一季度 高盛的分析团队认为 在提高老年人的疫苗接种率 以及有更多新冠治疗药物之前 中国官方不太可能在今年年底前 大幅改变防疫方针 甚至不排除严格的防疫措施 还可能延续到2023年的第二季度末 其他分析人士则指出 人们对二十大后 中国防疫政策迅速改变的期望可能过高了 虽然二十大会消除一些政治不确定性 但是仍然无法证明防疫措施会放松 只能够静观其变 大陆股市的基准互生300指数 最近5天累计下跌3.9% 在美国上市的中国股票也连续第五天暴跌 纳斯达克金融中国指数有望创下 自4月以来最长的连续跌势 纳斯达克中国指数在周二盘中下跌2.8% 有可能会收于3月中旬以来的最低水平 令中国股票大跌的除了疫情政策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拜登政府上周五宣布全面限制向中国出口尖端半导体技术 令中美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再度升级 而随着最严出口管制禁令的发布 路透社报道又有一家美国重要的芯片设备制造商 科磊KLA将从本周三起停止向中国提供部分产品和服务 包括韩国JSK海力士在中国的工厂 以符合美国政府的最新规定 拜登政府上周五公布的最新出口管制措施 旨在全面限制中国在先进芯片制造方面的发展 但是也令全球芯片制造商和芯片设备制造商 面临巨大的商业困境 中国是美国芯片设备制造商科磊最大的区域市场 上一财年对中国的销售额达到26.6亿美元 占其总收入的近30% 消息人士透露 周二科磊的法务部门给中国客户已经发送了电子邮件 称从北京时间周二晚上11点59分起 该公司将停止向中国的先进工厂 销售128层以上的NAND芯片 和18纳米级以下的DRAM芯片 以及先进的逻辑芯片 同时停止提供服务 中国几家领先的芯片制造商 比如中芯国际、长江存储和长新存储 是受到美国新规影响的主要客户 而出口受到重创的科磊 股价周一也暴跌了近5% 周二则继续下跌 受到影响的芯片企业 当然是不止科磊一家 亚洲顶级的芯片股周二集体重挫 陷入了不断升级的中美科技竞争中 芯片股全球市值 蒸发了超过2400亿美元 全球最大的代工芯片制造商台积电 暴跌了创纪录的8.3% 三星电子和东京电子也同时下跌 三星在中国西安和苏州都设有工厂 周二股价一度下跌3.9% 是一年来的最大跌幅 抛售甚至扩大到了货币市场 受影响的韩元对美元的跌幅高达1.8% 分析是表示 拜登政府的新政策会造成中国以外地区的破坏 并且打击韩国台湾和日本芯片制造商 或是芯片制造工具生产商的销售和运营 全球最大的芯片设备制造商之一东京电子的股价 周二下跌了5.5% 其高管表示 在拜登的新政策下 中国的客户将无法生产他们的产品 这对日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前景 因为中国的产品占其业务的25%以上 韩国SK海力士则称将会与韩国政府合作 努力为其中国工厂获得美国的允许出口的许可证 美国正试图拉拢韩国加入芯片四方联盟 中国官员最近几天则对拜登的举动做出了回应 警告其经济后果 并且引发了外界对可能的报复的猜测 以上就今天中国财经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